嗨,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温妮和一百只大灰狼 一天夜里,大风呼呼地吹着 温妮突然醒了 啊,救命啊 温妮的妈妈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 哦,天哪,怎么了,温妮 大灰狼,大灰狼,有一百只大灰狼在追我 温妮扯着嗓子大叫 哦,一百只大灰狼,真的吗 嗯,嗯,也许,也许只有五十只吧 但是它们在后面追我呢 而且我怎么都跑不快 五十只大灰狼 哦,孩子,你确定吗 嗯,也许,也许就十五只吧 但是它们好凶,好杀人哦 呃,可是我觉得十五只狼不算很多啊 你没有弄错吧 嗯,嗯,也许只有五只吧 但是它们真恶狠狠地冲向我呢 温妮说 哦,温妮,那只是一个噩梦 现在呢,你们躺回到床上,乖乖睡觉吧 妈妈给小兔子们盖好被子,熄了灯,关好了门 你听见了吗 维波问 一定是大些狼 肚子饿得咕咕叫的狼吗 维利说 嗯,它们还长着好大的嘴巴呢 哇乐里说 它们就在我的房子外面 嗯,温妮说 啊,救命,救命啊 宝贝,又怎么了 一百只大会了,就在我们的屋子外面 它们要抓我们 那你们都待着别动 我要一次把它们全部赶走 嗯 在这呢 打你打你打你,大会狼 还有你,我打打打打打 兔子妈妈大叫 好了,现在大会狼全都灰溜溜地逃跑了 你们不用再害怕了 真的吗 芬妮说 当然是真的了,宝贝 我准备好扫帚 如果它们再赶回来 可以马上赶走它们呢 嗯 温妮和兄弟姐妹们躺在被窝里 你紧挨着我,我紧挨着你 终于睡着了 你们看,妈妈还睡在它们中间呢 好了,宝贝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继续 好吗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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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